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的影片要來介紹大家期待已久的 2022年12月日本入境注意事項 本片會涵蓋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在台灣準備去日本玩要注意什麼 最主要會分享Visit Japan Web的使用過程 第二是實際搭飛機出入境的過程分享 第三個就是現在的日本跟疫情前有什麼樣的不同 首先要來分享去日本旅遊的事前準備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在Visit Japan Web上 登錄你的簡易相關的資訊 這樣子在入境日本的時候才可以快速通關 不然根據Bob他分享的經驗 可能你要多花一個小時繞路 只為了出示紙本的文件證明喔 首先幫各位把Visit Japan Web的網址放在影片資訊欄 因為搜尋出來的第一個結果是說明怎麼使用的網站 那你再從裡面點進去才會到VJW的頁面 對,我接下來都會簡稱Visit Japan Web叫VJW 這樣比較方便理解 在這邊建議大家用手機的瀏覽器操作 因為到時候的QR Code出來會在日本入境的時候使用到 那你總不可能打開你的電腦吧 簡單說明VJW主要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登記檢疫手續可以快速通關 第二跟第三個就是代替紙本的海關手續 記得以前入境日本都要在飛機上填寫這兩張紙嗎? 一張是外國人入國紀錄 一張是攜帶物品的申報單 現在都可以在台灣先透過VJW填好 通關的時候直接出示QR Code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就一步一步說明如何在VJW上完成簡易手續的登錄 首先用你的email建立一個新賬號 跟著指示即可 再來要填寫基本資料 它會問你有沒有日本護照或者其他種類的簽證 跟我一樣是旅遊的話就都選否 資料填一填確認沒問題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建立你這次旅行的名稱 把抵達的日期跟航班填一填 還有你在日本的住處跟聯絡電話 原則上都是填飯店或者民宿的資料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有嬰幼兒等不能自行通關的人的話 就把資料登記在同行家人 基本資料都登記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登錄簡易手續了 首先要登錄護照 對準護照拍照後 它會自動讀取你的護照資料 確認讀取的護照資料都正確就可以 第二個是填寫網路提問表 接下來也是輸入一些基本的資料 包含班機資訊、國籍、生日等等的 另外還有過去旅居的國家 是否有發燒、咳嗽、接觸感染患者等等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情形填寫 第三個就是要提供疫苗證明或者是PCR陰性 如果你不是施打以下的日本認證疫苗3G的話 那我就要提供72小時內的PCR陰性證明 我這邊會介紹使用數位疫苗證明 疫苗證明選擇有日文或英文的說明 然後選擇你打的疫苗名稱 1、2、3G都要 接下來要上傳疫苗接種的證明書 原則上小黃卡跟數位證明都可以 但是比較建議用數位證明 數位證明申請的網站也幫各位放在敘述欄 進去把該填的資料填一填 選擇疫苗接種數位證明 格式選擇SHC 這個是美國、日本等國家適用的格式 申請之後會出來一大串你的疫苗資料 滑到畫面最下方 會有一個下載儲存指引 會教你怎麼用IOS或Android下載數位證明到你的手機裡 上傳到剛剛的頁面 確認資料沒問題之後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等它審核即可 審核完成會寄Email通知 我的經驗是在30分鐘之內就完成審核了 官方是說在搬機起飛前的6個小時要完成登錄 資料都確認後就會從紅色變成藍色 通關的時候連上機場的WiFi或著你的國外SIM卡的網路 出示QR Code即可 另外兩個手續 外國人入國紀錄跟海關的物品申報單 很簡單我就不一一介紹 基本上就是你填好資料、照實勾選 完成後一樣都會出現QR Code 在飛機上你就不需要跟空服員索取紙本囉 好的,以上就是疫情前沒有 那有比較複雜的VJW的使用方法了 接下來呢會帶大家看看我在出入境的時候實際上的感想 嗨,大家好 我是農金澤的喬尾恩 我現在人呢在松山機場 準備要出發前往雨田機場 那我這邊先簡單講一下我這次在11月的8號左右 然後準備要出發前往日本的松山機場所看到的一些景況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是 我這次是做長榮嗎 然後我是在6號登機門 幾乎是沒有什麼人 然後我整個過來的過程 剛剛稍微拍了一下 基本上旅客 算應該就只有這半吧 我目前看到的登機門 那可能因為是松山 然後本來班機就比較少人 就比較少的關係 所以我個人覺得目前11月初 出國的情況看起來人潮還不是很多啦 我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出國的話大家要記得帶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一樣就是有護照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小黃卡被子 不過我剛剛通關的時候是沒有用到 他現在在那個行李託孕的時候 就會請你出示然後檢查一下 我目前的話是用Visit Japan Web 而且你出示那個網頁上 是不是已經有預先完成那個快速通關檢疫的手續 就是你在家裡 就應該要先完成的東西 然後因為目前人還不多啦 所以我覺得通關的速度跟以前比的話 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至於未來12月1月會不會因為人潮變多的關係 或者說因為你打的班機的時段 因為像我是做七點半的所以很早 那如果你是大中午啊 或甚至下午的也許有可能人潮會變比較多 然後再來講一下免稅品店的部分 我剛剛看到的也是 就是在有班機的地方的話 免稅品店就其實蠻多是有開的啦 不過在沒有沒有航空的登機門 然後因為現在有比較早的關係 所以很多店家目前是沒有開的 好那我接下來就要準備登機了 等一下會再拍一下飛機上的現況 然後還有我就等一下入境日本的時候 經過的一些程序給大家看 我們待會見 目前我們飛機觀察一下大家的狀況 我目測大概是四五成滿吧 人不是非常的多 像這邊這排都還有空的位置 下飛機之後他們就會叫你打開你的買SOS 有準備買SOS的人他們就會給你這個卡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了 有藍色QR Code的話 基本上一掃就過了 然後就可以直接前往通關了 幾乎沒有增加什麼通關的時間 所以一定要準備好 Visit Japan Web的QR Code 嗨大家 我現在剛在雨天機場出境完 然後趁我現在還有印象的時候 趕快快速的幫大家複習一下我剛剛整個通關的流程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一下飛機之後就要準備好你的買SOS裡面有三個QR Code 第一個是簡易手續快速通關用的那一個 然後畫面會是藍色的 然後就是那個QR Code之後呢 你就可以走就是有APP的快速通關的地方 那增加了這一關 不過我的話速度還蠻快 可能5到10分鐘吧 看每個人不一定 因為我們這個搬機離開的順序比較早 下一關是正常程序的海關的通關 那非常強烈建議大家都用一下Visit Japan Web裡面的三個QR Code 因為它除了簡易的快速通關之外呢 還有兩個嘛 一個是以前我們坐飛機入關出境的時候都要填寫兩張表嘛 一張就是一些個人資料的確認嘛 就是通關海關審查用的 然後另外一張是申報物品 那兩張表呢 原則上現在在Visit Japan Web裡面 都可以直接填好資料 而且都有QR Code了 所以第二關海關審查的時候 都一樣出示其中一個QR Code 然後第三關出來 比較特別的是海關物品申報的時候 要先到一個機器 然後用你的護照掃描 然後一樣用海關申報的那個QR Code 掃完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帶著你的物品 然後通關了 好那麼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次的出境的經驗 其實跟以往不會差太多 但重點是你事前非常非常建議 你一定要在Visit Japan Web上面 把剛剛我講的三個資料都填寫完畢 然後確定你一一下飛機的時候 可以有網路關的速度跟順序 其實跟以前沒有差很多 只是多了一個QR Code跟一個檢疫的步驟 然後另外呢 我這次出來可能也是 搬機順序的關係 其實我感覺到人潮跟以前 並沒有差到非常多 就在我後來通關的時候 其實以前機場這邊的旅客已經 還蠻多人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可能12月1月之後的話 人潮應該可以遇見的是 會越來越多了 好那目前就是這次 日本入境要注意事項的機場片囉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燙去日本的一些 跟疫情前不同的感想 第一個應該是大家最好奇的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呢 從法律層面來看的話 日本政府它是沒有強制規定 民眾要戴口罩 所以不管在哪裡 如果你不戴口罩的話 基本上也不違法 但是以現實層面來說 戶外的話原則上是可以不戴 但如果與人交談時 需要保持兩公尺的社交距離 大眾交通工具跟室內的話 都是建議佩戴口罩 除了吃飯的時候 或者你不需要跟人家對話 又或者呢 對話你可以保持兩公尺 我這次11月的實際經驗是 不管在室內啊 地鐵或者是室外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人都會戴口罩 而且因為你是旅客嘛 還是小心為上 我自己在室內啊 跟搭車都會戴口罩 拍片的時候 就盡量找沒有人的地方脫口罩 空曠區的話就看你自己 但根據當地居民包博的說法 夏天的時候因為很熱 好像有一半以上的人 其實會選擇不戴口罩 那這個就僅供參考 再來講講人潮 我覺得11月的時候 觀光的景點啊 人潮已經不少了 因為我這次有把 東京的大景點都去過一遍了 不過如果很認真的比較 我個人覺得跟疫情前比的話 人潮還是看得出比較少一些 但不至於到冷清 反過來說以觀光的角度來說 是比較舒服的 另外還有一點是 行動支付變發達了 由於疫情的關係啊 有在推廣減少使用現金 這次的經驗 幾乎大部分的店家都可以使用行動支付 或者至少可以用C卡 然後因為C卡也有手機版 所以行動支付變得很普及 不知道C卡是什麼的人呢 他就是類似悠遊卡 在關東地區非常普及的一張交通卡 因為影片篇幅的關係 C卡的APP我就不仔細介紹了 之後有機會再出一個 去日本可以使用的APP影片 但總之呢 我這次搭車完全沒有用到現金儲值 都是用手機刷信用卡付款 甚至還有遇到一些超商超市 是可以自己結帳的 就跟台灣有一部分的超市一樣 還蠻方便的 另外就是以前的塑膠袋大國日本 現在也開始不主動提供塑膠袋了 要塑膠袋的話 跟台灣一樣 需要加架構 以下這個不是我的親身體驗 但有蠻多人都反映說 現在去日本旅遊 大部分的地方講英文幾乎都不同 尤其是一些餐廳或是飯店 跟疫情前相比 似乎會英文的服務人員變少了 但因為我自己都是聽日文 然後隨便亂講日文 或者回覆很簡單的英文 所以我的體感上是感覺不出什麼太大的差異 最後一個就是匯率啦 因為日本的匯率很低 跟我當年0.27、280還差太多了 所以覺得幾乎跟台北的物價沒有差多少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喝喝還有購物 甚至在包勃這種賺日幣的人來說 之前回台灣根本就覺得物價好像比東京還高吧 所以如果你現在想要買精品的人 我之前有看過一些台日精品的價格的比較 好像真的差的還蠻多的 可以自己上網研究看看 最後附上一些官方提供的旅遊注意事項連結 想看文字版的人可以上去查詢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2022年12月 我去日本入境時候的注意事項 還有一些在日本觀察到的最新的現象或感覺啦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